我是Clara 張嘉莉 我在香港一向都從事藝術工作和策展的工作 之前十幾年都在香港營運一個很小的藝術空間 叫做 CNG 藝術單位 現在香港的實體空間我們就結束了 去年7月底來了英國 空間或者機會繼續會做我們想做的藝術策展和藝術創作的工作 以及我之前在2019年的年尾11月 都很慶幸和很多香港市民一起 在區議會選舉中也有藝術朋友和街坊支持 選了去跑馬里幫忙做灣仔區的區議員 其實2020年頭半年我都看到真的有一些成果 大家民間都很努力做了很多事情 但很可惜在2021年2020年7月一直發展到 大家都知道比較政治的環境 不容許大家再凝聚到去做那個藝術便利 然後我也辭職去年7月就來了英國 這個展覽的名字叫做24901里的紅線 其實那個24901的數字是整個地球的圓周 圍繞著走就是24901里路 這個紅線就是意味著中共的政治審查 藝術審查的一個紅線 其實都在它的想像之中 是應該要佔全球的 在每一個角落去發聲 它比較有些不同的批判的聲音 它都想去管的 但是我們又覺得回應這個紅線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我們其實都可以試一下 在紅線它們就切了 但是其實我們都正正常常地 應該真的有我們基本的人權 基本的一個藝術自由去創作 所以我們就接下來會在Manchester和Sherford 這兩個城市就會做一個展覽 基本上就邀請了來自三個地區的藝術家 去展出一些在他們自己本土本地 比較展出的時候會有困難 因為審查問題而有困難的一些作品 那三個地區就包括香港、緬甸和泰國的藝術家都會參與 其實都想繼續探索《奶茶聯盟》的力量 可不可以在除了網絡上的hashtag之外 還可以怎樣再連結多些呢 當然我自己作為藝術策展的工作 就會希望在我自己的工作範疇裏面 可以做這些相關的連結 因為這三個地方很不幸地 現在都有某一些創作的主題 其實很難在他們的國家、地區裏面去做公開展出 地下去到做就有另一回事 尤其是我想在我今次拆展過程之中 就接了一些緬甸藝術家 都真是很辛酸的他們的路 都有一些在早一兩年過程之中 就要逃避政權的打壓 就離開了緬甸 也都從他們口中知道 例如緬甸某些大的城區 例如有俄羅斯軍隊 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 其實也都知道 中共政權是有支持軍政府 所以在這些對話之中 我覺得好像香港和緬甸有一個距離 雖然都是東南亞 但我們都是一個鄰居 而且鄰居之中 原來我們背後打壓我們的政權 其實又不是那些人 其實我們都很想告訴西方國家的人民 我們一方面現在 例如英國、美國都很多熱心 歐洲很多熱心的人 打算幫助烏克蘭 當然要 但原來那個故事 不只是烏克蘭和俄羅斯 當然我們最近也知道 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 大家又再了解多些 但是原來他們很多時候 在那些資源等等上 都在拿著很多一帶一路 或者東南亞地區的資源 去再重複他們 在其他地區打壓其他國家的行為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你會看到整個串連著的 這個惡勢力的關係 我們要去正視 都希望可以透過這個藝術展覽 有不同藝術家的參與 除了說 有一個機會 可以讓大家 去展出一些 他們自己本土 不能夠可以展出的作品 也是一個連結 以及給我們更多機會 去了解 我們面對的敵人 其實政治的角力 等等的關係 就是有一個討論的空間 暫時我認識的藝術家 大家都是很樂意跟我們合作的 我們都盡量小心 還有我想大家都會期待 看看怎樣運用現在我們 去拆展這個平台 一起的參與 其實都是試回那條線 因為都有些藝術家 是在香港境內的 但是他們展出的作品 也都真的 完全跟國安法說的 所謂煽動 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我剛才形容了那個狀況 是國安法之下 還有整個白色恐怖的罩 但是那個白色恐怖的罩 其實又不是馬上犯法的 那是不是可以 將罩 我們用我們的方法 打開一點點 讓我們都可以幫助 可能還在香港裏面的朋友 可以給多一個機會去展示呢 另外我想我們接觸到 在境外的 香港境外的藝術家 其實很多都很樂意去參與 都沒有什麼 我想都會有一個 豁出去的心態 所以既然豁出去 那就更加要連結在一起 他們都是同一條船 想繼續努力 延續這個革命的語言創造 我們都會個別去談的 我想每一個藝術家 去展出的作品 都有不同的故事 例如有一個香港藝術家 Freddie 他的故事都會在展場裡分享 他展出的一個錄像作品 其實是很多年前 幫一個NGO機構 《金馬力組織》去拍攝 就是講關於住屋問題 其實想都沒有想過 是關於住屋問題的一個片 其實都有可能會有事 故事是怎樣呢 就是其實那個片 已經拍了很多年 也都入過很多的學校 很多的地區的活動 去播給學生 民間的市民看 讓大家知道香港住屋問題是怎樣 然後到了國安法 2020年7月過了之後 這個菲毛利機構 就跟藝術家說 他們那邊有個律師團隊顧問 再幫他的機構審視 現在的機構各個的 一些資訊平台發佈的事情 當中就發覺這條片 最好他們就很強烈建議 最好都是暫時收起來 而後來再了解清楚 原來因為 有一個短片的尾段 就有幾秒 是長毛某 不知多少 多年前 在街頭抗爭的口號 可能有些BAN 可能是爭取民主 權益 人權的事情 有幾秒是這樣 所以他們都覺得 是需要暫時收起來 先穩陣些 我想那個情況 不只是說 國安法定立了 而被國安法直接 我們會想像到 國安法直接去 去檢制或者管制的 創作內容 或者言論內容 才有問題 而國安法底下 已經鋪滿了整個 白色恐怖的一個氛圍 在香港 我也不是怪某個機構 或者怪那個律師 會不會太過自我審查 因為其實現在的時勢 真的這麼危險 所以是很可悲的 你也覺得很難過 因為你會想像到 再這樣下去 就算你說 香港M Plus很厲害 政府都會說 M Plus很厲害 香港 Art Fair Art Puzzle 嘩 我們藝術很防備 你表面上可以繼續這樣去吹捧 但其實實際上 你會看到 創作的內容 一直不只會收窄 也不會有一個多元的狀況的平台 但是如果藝術真的要去推廣 真的要有一個發展的空間 其實我們很明白 一定是有多元的聲音 才會有創意的聲音 才會出來 所以其實 對 所以就覺得 我們如果 譬如在英國的藝術朋友 我們也有找到一些渠道 可以幫大家去做藝術的發表 我們都會嘗試盡量去做 我看就是沒有這個紅線直接拿著我們 當然 我想那個是間接的紅線 因為剛才我形容過我們的主題是24901里 射滿整個地球 我想那個是一個心理上有個恐懼的 可能都會有朋友是認為 還有家人在說 始終都想重回香港的 於是就會自己有個心理的 一個 一個 有一點點 壓制 我覺得是 譬如在社交媒體或者Facebook 他不會 特地不會去分享某些東西 其實 坦白說 你想想在幾年前的香港 大家怎麼會 照罵Facebook 叫著照罵 但是現在很明顯看到 在香港人群組裡面的一些社交媒體 某一些言論 大家會自己想多一層先 或者簡單來說被控制住 但是整體來說 我想英國如果不是因為那條紅線 就是中共設定那條紅線 整體來說 歐洲英國的創作的氣氛 和自由的空間 是令人覺得安心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們是在一個相對安全的 一個境況裡面 我就更加要去打破大家的心理障礙 所以我就想嘗試 撤回這些展覽 讓大家開始 Warm up一下 你已經來到英國了 我相對安全了 我們都應該可以 再大膽一點 去講一些關注人權 甚至一些批判的想法 我覺得 我自己做的創作裡面 或者C&Jazz單位 策劃的很多活動 其實都很喜歡跟其他人 包括藝術家 包括觀眾去互動 我們喜歡這一類的創作模式 所以怎樣影響生活裡面 很多時候在日常裡面 我們就在一些很日常的 互動的環節裡面 就會和大家一起創作 我想我是會很享受 和大家一起去發掘 一起去探索的那個過程 所以可能來到這一刻 我們都有繼續做一些 和社區朋友互動的一些項目 有時候可以是比較抽象的一些 可能是寫生 風發雪月 我覺得都不是壞事 但也都有譬如今次的展覽 我們都會嘗試 從另一個角度去用藝術 幫我們去做一些 我們說critical thinking 批判的思考 也都會喜歡做的一個事情 不同的手法 表達的手法 但是我想我認為最能夠觸動到觀眾 或者產生到貢病的 就是最重要的是那個藝術家 本身他真的有那個信念 而他也都很坦誠地 在作品上呈現去信那個東西 譬如淋梨淋浪的話 其實有很多 或者你可以說相對直白 但是就是他們認為這些是事實 他就要說 可能是說回抗爭的一些狀況 譬如他們最近有新的畫作 是說回在香港19年的時候 是不明不白地死去的一些抗爭者的故事 那就是他們認為是 他很深信其實一定要沉悅得雪 一定要幫人去再說這些發聲的 說這些說話出來的 我想就是每一個藝術家 他最觸動他的事情 他很直白 很能夠很坦誠地分享 其實就會在創作裏面 觸動到觀眾 和產生到光明 一起去關機製作裏面 這次拆展這份展覽 我本人就沒有作品參展的 但我近期都 因為我早幾年 其實2014年之後 都一直有 對羅亭那個故事 很有興趣 一路有做相關的 在研究和閱讀 我現在和未來都會想再創作一系列關於盧亭 如果有些觀眾未必知道 盧亭是很久以前在香港生活的半人半月的生物 也有很多傳說的故事 我來創作都會和盧亭族的故事有關 有一個說法就是有可能魏晉南北朝的時候 有一個將軍打仗叫盧秦 在北方想起義打仗反抗當時很腐敗的朝廷 但就輸了 於是被判斷是半途要追殺和盧亭 於是就跑到南邊 可能到盡頭去了大嶼山 就要躲起來了 那只可以在晚上才能裝到古靈精怪 為了認識身份 就出來去捉魚或者去找食 於是村民就看到一些身手這麼靈敏 因為可能去打仗的士兵都是有好的身手 我看到一些身手這麼靈敏 但是依著這麼奇怪的生物 會去捉魚的會去到打獵的夜晚出來 於是就可能誤會了他們是半人半魚的生物 所以也有那個 所以另一個傳說就是說 可能是盧秦這班軍隊的 甚至他們的後遙就成為了盧亭的一個族群 在2014年 我再特意去看關於老廷的故事 以及當年一些前輩artist 97年做的展覽文獻 了解到其實本土的身份 的凝聚和營造 是當時其中一個展覽的目標 不過又見到很可惜 可能97年2000年的時候 其實不是很多 可能資訊還沒那麼發達 沒有那麼多社交媒體 又好像不是很多人去看過的展覽 或者很了解這個傳說故事 但是可能去到2014年級之後 我們好像慢慢想發掘多些 我們自己香港本土的故事 以及我們那種民族性 那譬如 我想有些東西很相似的 就是原來盧亭這個族 都是很可能出 如果是人魚 半人半魚的話 其實又是跟水的生活環境 我們近海 香港人近海的生活環境 是很有大的關係 但是又是可以很flexible 又可以陸上 又可以在水中去到生活 我想這個也是代表著 我們香港人有一個很 我們經常都會覺得 我們很有效率的 很聰明爬的這種特性 另外就是 我想奴巡 他們逃難來到南方的時候 我想這個抗爭 和對於腐敗政權的一個不服 也都不會屈服的這個心態和精神 都似乎都一路承傳了下來 在我們香港人的精神和血液裡面 我想再翻看這些傳說故事 慢慢都會能夠令到我們去更加了解自己 和可以凝聚整個族群 可能 最近我在Manchester 參觀了一個叫做 People's History Museum 人民歷史博物館 其實都有幾樣東西很觸動的 第一就是 那個博物館裡面 其實是有關於香港人抗爭的那段歷史 它有放進去 又有說 香港現在很多人 是因為抗爭事件 和政治局面的變化 就來了英國 都是People's History的一部分 另外那個Manchester 裏面有一系列的很大的油畫 我們其實是Political Banner 政治Banner 即我們可能都很熟悉 我們上街去遊行 就會舉一個企號的Banner 其實在英國裏面 都很久有一個很長的歷史 例如工會 例如很早年的婦女 去爭取要他們女士 都有一個投票權 很多這些動作 其實都有以往很多藝術家 去畫這些Banner 去凝聚那個團體 如果是工會的話 又或者是出來做一個訴求的時候 可以讓大家去清晰一點有個Message 這些都是令我覺得很有興趣 接下來的作品都會和這一系列 一些Banner的運用 和奴婷的故事有關 還有我想最近 《時代革命》在英國 和再之前在台灣等地 都有上映 都是一個很好的作品 其實是連結回移居去其他地方的香港人 另外我想在看的時候 有些影后談 我們有些討論 都有不同的朋友 香港的朋友都會提到 下一步還可以怎樣 然後也會再回應 在影片裏面 其實有一個抗爭者說 有一雙手套 那雙手套是2014年用過 一直維持住到2019年 我想這個也是導演 創作人給我們的一個 可能是一個叮囑 或者是一個小小的訊息 就是說我們2019年之後 其實我們仍然要戴著這雙手套 不要丟 我們再等下一次的機會 我想所以整個電影 除了回顧之外 其實是幫助我們去準備自己 為未來做一個準備 所以很欣賞這套紀錄片 整件事是未完 就是在影片裏面 看到很多抗爭者 其實有些在坐牢 有些在等著 一直在一個好具之中 等著要上庭 或者護照就被收了等等 知道未完 於是都知道大家還要 如果在安泉地區的時候 要繼續工作 最近都會和其他的香港朋友 一起做一些區的街站 或者一些不同的文化活動 都看到其實大家來到英國的香港朋友 都很有心的 大家都好像知道 其實我們第一步 即所謂離散了的香港族群 第一步是要先聚 然後大家其實都 經常會問 下一步可以是怎樣 當然未知 很多未知的 所以就是更加要去試 去試 因為很多東西是 unimaginable 是可能這一刻 其實是想像不到的 我想19年頭 大家是想像不到 19年中 是會有長大革命的 在香港發生 大家暫時 我想那個策略是先聚 然後再 可能你可以說 見步行步 但又可以同時間 是說我們 建立我們整個社群的基礎 一有機會 我們就可以再做下一步